開始了齁 哈囉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安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車款 其實之前有開過直播 可是今天有一點不太一樣的 這一副車是賓士的 W205 C300 這一台車的底盤其實有分很多種 譬如說有二輪驅動、四輪驅動、有氣壓、飛氣壓 今天安裝的這個版本是二驅的版本 可是避震器的設定 原廠就已經改成是一個氣壓式的懸吊系統 賓士的一個氣壓系統 我們在其他的車種裡面都有拍過影片 跟各位車友們來分享 其實安裝最多的應該是賓士的S系列 就是W220 因為這台車的話可能220 它的車領有點久了 所以避震器的氣壓部分都差不多到了一個鈦幻期 所以我們介紹最多的應該是W220 可是205的經理記得好像沒有拍過這一台車的氣壓的避震器 這一台車在之前的KT的北區金銷還有南區的店家 分別都已經有安裝過了 今天剛好在工廠裡面 所以就有這個機會開個直播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台205的氣壓的原廠避震器 它的一些結構設計有哪裡不太一樣的地方 最大的不同應該是在於它的避震器的下方這個直幣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它的下方直幣跟彈簧式的有不太一樣 那這一部車 車友們最會詬病的一定就是後方的乘坐感 非常的不太舒服 但是這樣的懸吊系統 在搭配 在保時節上其實我們就可以經常看得到這樣的懸吊系統搭配 第一個它的彈簧也好 氣壓、氣囊結構也好 其實都正常的 可是它的阻尼 一般會做得比較硬一點點 也就是所謂的overdamping 譬如說我們後面的彈簧 以這台車來說 後方是大概配置14-15公斤 可是它的阻尼值有可能會拉到17-18 甚至是19公斤 所以以我的體重來說 它的下壓的一個力道 其實還蠻重的 但是這一台車是少數 KT在設計改裝避身器的時候 會把阻尼做得比原廠舒適的車種之一 因為一般來說 台灣的道路品質狀況並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為了要提高這台車的舒適度 把後方的阻尼值 一個T值跟C值設定的一個區間範圍 會比原廠還要更舒適一些 所以這個也很謝謝車友們 都有主動幫我們推薦 那這一台車除了氣壓的懸吊系統之外 其實它也是一個電控系統的 那這個電控系統可以直接把它廢除 那在行駛之後 有的是一開始開紅火就會亮一個亮燈 那這部車是我剛剛經理試測完畢 那在開了大概兩三公里之後 它會亮出一個故障碼 但故障碼的話你把它按掉就沒有關係 也不影響其他的功能 這個是後方的氣囊結構 一般來說後方都是彈簧 但這台車它後方是氣壓的 而且它可以由車上的一個按鍵選項 來控制它的車身的高低 這個是後方的氣囊 這台車的避震器跟氣囊狀況都還是好的 只是車主覺得後方的整台車的一個乘坐感覺沒有很滿意 所以才來改裝KT的產品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避震器整體的結構 跟彈簧式的只有插載氣囊 這個是電控系統的模組 然後它的上座一樣會有附上座 可是上座的話它不分氣壓跟飛氣 它的結構設計也不太一樣 它上方有一個這個算是一個它的充氣的一個插孔 這個是一個阻尼的控制系統模組 這個是一些控制模組的線 我們先把車友先把它保管好 先把它收好 這個不是零件 這個是後方它下直幣的一個試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是原廠的 再來就是來介紹後方好了 因為後方比較特別一點點 一般來說如果原廠是一個彈簧結構的話 它的下方會有一個橡皮來框住它的彈簧 好來框住它的彈簧 但是這個呢 因為我們要幫這個氣壓的車友來節省費用 所以下支幣的話 一般來說 有的會希望把這個彈簧的下支幣把它改成彈簧式的 可是這個下支幣的話 兩支也得要大概一萬多塊 所以就變成在改裝避震器之後 會多了這一筆的費用 但是如果我們下方做一個座 然後轉成一個彈簧式的話 車友們就不用再多花這一萬多塊的下支幣的費用 所以這個就是KT的一個設計 在下方的支幣上方做一個轉接座 它轉成一個直捲彈簧 那在彈簧上方的機構 就跟氣壓跟飛氣壓都是共用的 因為它上部的一個板件呢 是沒有區分的 所以上方這個調整機構 最主要是在調整車高 這個是跟彈簧式一樣的 但下方這個比較特別 下方這個基座 就是在沿用它原廠的下支幣 然後轉接出來之後 轉成一個彈簧式的 其他部分就都一樣了 其他的話它的上座一樣要沿用 上座的下方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是在調整阻尼紙的 所以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 後方阻尼紙的軟韻度 然後這個筒身 筒身的話它的長短 是在取決於它後彈簧的預載值 所以這個是後方的一個結構設計 比較特別就是 它要廢除它的氣壓系統 什麼東西 有人問問題 沒有有人說你穿個頭髮年輕時 今天好 文綺好 文綺好 真的這樣比較年輕嗎 好 那這個的巷子幣比較特別 所以如果一樣是205的氣壓的車友們 可以跟我們小編要照片 或者是說需要有相關的問題 因為也怕經理有介紹到 所以如果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這個是後方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台剛剛有大概看過 它的後方有一顆偏心螺絲 所以竖角的話一樣是能調整的 這台車其實經理也很注意 因為這台車它現在的CP值很高 那它的前面的話 因為前面車主只要比原廠低半指幅而已 所以我們它的高度訊號就不用騙 不用把它設定成原廠車高一樣 那如果今天車友是要降低大概到剩下一指幅 或者是更低的話 這套系統也都有辦法做得到 但是到時候就得要藉由這一個 這個是一個高度感應池 這個高度感應池可以看到上面 有一個紅紅的做記號的線 那個做記號的一個畫線呢 就是剛剛一開始來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做一個記號 那如果今天要降到很低的話 我會把這個連桿把它拆掉 可是把那個高度感應池固定到 跟原廠車高一樣的位置 所以它原廠在判斷它車高訊號的一個時候呢 就會覺得它的車高其實是跟原廠一樣高 所以它就不會有其他異常的狀況來發生 但今天只有降半指幅 所以這個訊號是不用欺騙它的 那再來的部分是 下次幣的部分 這個就跟後方不同了 它的其他結構 就跟一般的彈簧式的都一樣 所以就直接裝回去就可以了 那它前面彈簧我們配置的是 200長12公斤 如果啦 如果是 C43 是3.0升的渦輪引擎的話 車友們就可以選配 可以選配200長14公斤 加2公斤的彈簧 那一般四缸的車我們比較建議 因為這台車很多車友要求的 都是要比較舒適啊 所以一般的設定 我們前面是配200長12公斤的彈簧 這個是200長12公斤 那車高的設定 這台車前面車高就很簡單囉 它是靠下方角做的一個相對的長短度啊 來改變車高 如果要很低的話 我們就把它整體長度把它縮短 它的車高就變低了 這台車能調整的幅度很寬喔 最高可以跟原廠一樣 最低的話 大概可以輪胎到葉子板都可以切齊 這個是 引擎是沒有打開耶 引擎是打開好像也看不到 那我用敘述一下好了 這個上座它有三顆螺絲嘛 它的阻尼旋鈕一樣是在上座的正中間 但是它有一個勢蓋 勢蓋的話稍微懸開之後 就能調整得到阻尼了 所以這台車前面的調整阻尼方式也還蠻方便的 後方的話 會看車高降低的幅度啦 如果車高是降得很低的話 手就伸不進去裡面齁 車子可能稍微撐高 才有辦法調整得到阻尼 如果車子的維持原廠一樣側高的話 手比較瘦小的話 還有辦法直接調整得到阻尼 那調整的方式一樣 是順時針變硬 所以這台車 它調整阻尼的方式還蠻方便的 那這台車 我有幾個小地方可以跟大家來一起分享一下 就是這台車有兩個小小的通病 這個經理自己的好朋友也都有遇到過 就是這台車的小電瓶 時間到了可能就需要坐胎完 第二個部分是這台車的前面的煞車部分 因為原廠為了把它輕量化 所以它的質量做得比較薄一點點 比較容易會有一個高速煞車 會有抖動的狀況 那其實這個色外品的話 都已經有一個改進的方案 所以如果帶模玩 因為它原廠都有一個 如果啊 來這個也是一個煞車小教室吧 這個碟盤它一樣是有一個厚度 如果量測這個碟盤的厚度 低於這裡標示的29.4mm的話 就代表這個碟盤要更換 那如果還沒有低於的話 就可以撐著用 如果沒有抖動的話 當然就可以繼續使用 如果有抖動的話 那剛好是碟盤已經低於29.4mm的話 就建議啦 換一個色外的一個改良品 它的抖動率的話 會比原廠還要來得好一些 這個是這台車 這個維二 不然這台車的 205的妥善率還很好 非常棒 這是維二的一個 這台車需要特別注意的一個地方 這個四缸 四缸 四缸渦輪引擎應該 240EP左右 也是動力也都還蠻不錯的 那如果有需要 這台車啦 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說 對這台車剛剛經理介紹的部分 還有任何不同的疑問的話呢 都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這款車我也忘記有沒有拍過 四輪驅動的版本 四輪驅動的版本 它的前面的避震器就不太一樣 我們販售的價格也不太一樣 那相關的資訊都可以詢問一下KT的小編 以上是今天的205的原廠氣壓懸吊系統 改成KT可調式避震器的一個安裝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